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分析 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件事 由6月9日到6月20日 整个世界已经不同了 我常常感慨的一件事 因为王之锋在5月10日就进去坐牢 他在6月10日出来 他都不知道整件事已经不同了 他还打算用学民思潮 或者香港众志那种方式去做 聚买人 我就拿一支麦克服 我不是姚重严 我不是张超雄 我是王之锋 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冲入政总 就是因为我才可以做到的 你猜不到王之锋拿麦克服都会被人去 接着我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整件事已经不同了 我看过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网上的留言 其实还停留在那种蓝丝和黄丝的议员对决 比如蓝丝说原来你有参与示威的 你就是暴徒 这个人是暴徒你竟然可以做这个节目 有没有搞错 做不做这个节目 我只是想说我们现在很不满三个宝室 当然明白 我们是三个暴徒 三个共产党 共产党都是靠革命的 接着第二个黄丝就是说 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一些成果了 收手了 不要搞乱香港了 就是仍然停留在这个层次 我们现在没有人领导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会乱的会散的 就是他们不明白 就是整件事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第一样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原来 今次是没有一个 我以前每次活动 运动都会有一些领袖出现 以前有什么林辉 王后的码头 陈景辉 叶宝林 接着有王之芳 你说今次也有 有个抗俊宇 但是你会发现抗俊宇 不是插咪的那个人 从来那些人去赞赏 因为他去帮我关心那些人 而不是去领导那些东西 第二就是 你要发现以前政府 去针对这些这样的事情 他一定是找个谈判的对象 譬如你在占宗的时候 有五个学生加五个高官 接着就是和他们谈判 你要也好不要也好 起码有一个对象 这次发现政府是没有谈判对象 他只能够向公众道歉 他不能够说我去找一个人 去跟他谈判 第三样东西就是 他资讯时代的流行 其实已经改变了以前 我们是说由上而下的那种方式 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 进去那些什么Telegram Group 那些东西 但是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所谓的民主 就是直接民主 就是可能在某一些的网络平台 就已经决定了做一样东西 而决定了做一样东西 你可以不跟着他去做 那你不跟着他去做 那你就就是要承担结果 譬如有很多人做一样东西 你不做 那你如果坚持一样东西 可能会失败 譬如很简单 如果有一晚 很多人都决定要走 那你不走 那你就只剩下几个人 那你最后真的要走 我说的一个例子很具体的 就是警总 为警总的日子 是 几何时的日子 那天是6月10 是 看先说6月21 是星期日来的 是 那天呢 那就是 知风吹鸡还是什么 叫人去警总 是 但是 我有去附近观察的 是 那到10点多的时候 是 已经是 有人说说 切不切 还是怎么样 是 那其中我收到一个讯息 其实在所有 都不是 继续什么群的 总之很容易就 就传得到 而在现场一感受到的气氛 就是这个 不知道你没有收过 有有有有 就说11点准时切 然后有人就投票 就是 原来他 外面已经投了票 就是 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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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拒绝了 是 你可以不跟 你可以不跟 因为有些人已经走了 我再想说这件事 就是 都还有人 搞错了 譬如 黄之锋当时 为什么被人骂呢 就是因为他抓赤米 说不如我们 现场投票 他们决定 走就一起走 留就一起留 他为什么被人害 因为那些 年轻 或那些年轻 参与那些示威的人 他们会觉得 我们投票是我们的事 我走不走 我走不走都是我的事 都是我的事 不是你抓赤米的人 可以决定 就算我投票 我都不是因为你抓赤米 叫我们投票 就是 黄之锋 我又明白他 为什么他觉得很错 我现在不是说 我叫大家走 我现在叫大家 在现场投票 不行 连投票这件事 都不可以由你作主 所谓完全去中心化 那个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还记得 以前那些人还在说 我们社会运动 抗争运动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要释收释放 如果今次出了拳头 你收不回 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有领袖 因为领袖叫你出就出 收就收 你没有了领袖 那些人就不肯走 现在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了 走和不走 是可以一刹鸡 已经决定了 很多人恶然的地方 由6月12日和6月21日 都说 你明明6月12日搞了这么大件事 6月21日搞了这么大件事 整件事要再出来 就是不出就是不出 是啊 整件事已经完全改变了 社运的抗争 我想有几件事 大家都很恶言 或者怎么会发生到 你由9日之后 之后再说出来的时候 已经觉得哪有人出了 第一次说出来 变成了200万 接着到警总那天 又出来吗 是 又出来又敢说 我当时也想哪有人出的 谁知道他 你再有一个中产角 就是说 喂 太阳这么乱 现在大台又说不要出 你浪费我的时间 是的 那你真的说 一群学生 那群学生 有很多人批评过 现在你没有了学联 那几个学生 搞不理 你搞了些什么 但其实我也不知道 关不关他们的事 但去到现场就是 你看到他在 还是很激进 你之前说违政总 一路是一路为政总 但去到警总那里 是敏感很多 我角度来说 是敏感很多 是 又发生到 是 你不是做一些很温和的事 是 做一些很激进的事 而没有任何人领导 风险是很高的 因为你接着就会很担心 喂 现场有些什么风吹 谁负责呢 谁负责 出了些什么事 一发帮我收拾 是的 但你发觉 这些上一辈的担忧 或者上一辈的评估 就好像我们几个礼拜前 做的节目 就是完全已经离开了 是的 那你怎样去看这些 我读传媒的 亦都读的事 我觉得每一次的 大型社会运动的风潮 都是由媒介引起的 所以我说1830年 1848年的运动 主要的原因 特别是1840年因为报纸出现 报纸出现 没错 就是因为报纸出现 为什么到1960年代 70年代 因为电视台 电台出现 那时候就有很多 不流血政变 大家聚集了那些人 聚集了那些人 然后互联网世代 因为其实动乱 所以我都没什么所谓 全地球都动乱 现在地球很危险 对不对 不只是香港发生 大家说来说 又说什么 那些人还说 200万好像很夸张 巴西现在有 差不多1000万出来抗争 是的 其实很正常 因为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传媒影响了 整个 互联网 整个大家联网 大家会发现 每一样东西 就是Twitter 我觉得现在最大莫 真正影响到的 互联网 是将人去中心化 就是Telegram Group 那些人 变成了大家去了中心化 已经不是大家看 哪个人发的Twitter 哪个人发什么 而是大家自己成立了 对自己自发秩序 一堆小的共同体 其实就是 好像阿盖达那样 虽然有拉登 但是下面的 是自己做事 现在完全没有拉登 你正经理解 这些键 就是等于 一堆蝗蟲会飞过去 不是它们是蝗蟲 它们会飞 它们自此 自此而言突然间 全部都是蝗蟲 突然间自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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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那些键 蝗蝗蟲去到吃草 是完全没有 大家的互联网 也没有领袖的 它不同 它不同 2014年 2016年的时候 即是社会的技术 进步 科技进步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形态 还有一个 我们过往对这些 所谓无序的抗争 或者无序的活动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是 你没有领袖 你就不会有纪律 第二就是 你没有领袖 你不懂得如何 知所进退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多 什么时候做少 你就会有很多事情 差异 所以为什么你知道 有一个英明令 这些都是原权旧式的说法 但是你要发觉 原来集体决定一样东西 它都可以维持一定的理性 因为就是 当大多数人都觉得 譬如你在警察总部 我看很多上一辈的 评论员都说 很危险 千军一发 你知道你做错少少事 你就可以给到一个藉口 警察镇压 但如果你去现程 你就知道 所有人其实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你们就不要冲 而你会觉得 有些鬼进去 就会制造一些 人的叉叉 你就会发觉 在那个位置根本没得做鬼 因为你只要是做一些 你和那里的共识不同的时候 你一是就会被孤立 你一个人做没用 你一个人冲不到什么 譬如那里有一个 很出名的社运人士的画家 你是被人拍到你很奇怪 就只有你一个人做 一是你就会被人制止 好像你说6月12日 6月12日 6月16日 6月16日 晚上我去了正中央附近 他一无奈 是门口来的 我看到垃圾桶 无端端起火 我可以告诉你 是不止你一个垃圾桶 是同时有几个垃圾桶起火 而我还记得 在6月12日 晚上也曾经无端端有几个地方 种了火 但是你就会发觉 这种状态是影响不到的 是 现场有些穿背心 我觉得那些似斗策 就是年轻人 很快就会被认识 他比警察 比警察 比警察 比政府维持秩序的人 他很快就会破释了火 我觉得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看了很多 related的材料 知道发生什么问题 会发生什么问题 大家其实整个资讯性 是很丰富 大家知道那件事 如果发生了就麻烦了 所以整个大家 会有一个自发秩序 那自发秩序就是 因为大家已经全部参与的人 都已经知道了所有律师 就好像一些警察 已经大家等于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 以前是否就是沟通不足 所以就没有办法清晰 因为以前反而是 你只是听过那些人说 有些人不听 但是现在因为你自己有五六个人 如果你自己不是出来的话 你自己不停有一个自发秩序 有一个群组 就是互相监察 就不是由上而下监察 对了 就好像其实等于那些人民 那些什么互相监察 五一为五十一为三 好错 去回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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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中国 或者是中国 那些什么保甲制 那些 那时候大家就互相监察 你不要乱来 大家知道 而且去到十月一 大家就读过书 反而是那些 真正完全没有知识的暴民 现在因为始终教育水平高了 真正知识的暴民 很多人都受过高等教育 反而是 所以就反而更加容易 可以遵守这些纪律 是的 反而你如果不遵守的话 可能是中学生 因为今次都是大学生 去到很多 反而一些 可能你 因为你到20岁左右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很理性了 反而你十三四岁 你一定要遵守这些 十三四岁的人 那些人 我反而就觉得 因为你二十八九岁 有很多可能 你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 那你很容易被你的感情冲击 到趋势去做一些更加激烈的事 而且你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你会对社会的缘分更多 是 二十岁其实你对社会 其实是无知的 你不会有 你不会有 哇二十九岁上面的上司 我这个社会真是知道 对 没有那些 参与的成分也有个问题 还有我就是说 我们仍有一个旧的思想 就像战中那时 我们成立狗策队 民阵 我们就要找一些人去维持秩序 这也是个事 一来就是 你几万人参加 你可以维持到多少的秩序 如果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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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是 不是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都是一个 负责维持纪律的责任者 反而 他自己背了 反而那样的纪律 是更加容易维持得到 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太多天眼 基本上你做一些矛招 你基本上你不要静悄悄 你出来 还有些坏事 是没有人看到的 是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 因为你做没有东西 你不让人知道 大家互相盯盯 有电眼 有手机 政府有天眼 你网上都有Facebook 你所有东西都放上网 但是他们都很自律 但他们都很自律 譬如我看到那些補给资源 水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那里不会拍照 即是拍照 也不会拍到头 是 他们这些方面都很自律 但这些这么仔细的资讯 你只能靠一些很细微的通讯 你叫什么叫20条规则 我都只记得头三条 但如果我这些事情 我全部都有参与过讨论的话 你便会完全明白那些仔细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 还有这样 就是去中心化的政治运动 现在才刚开始 究竟它怎么会发展下去 或者它有没有力量 力量到底有多大 当然是 都是一个初营 是 究竟是我们作为 学术研究 学术观察画 但我也是那一句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变化 你还用几十年前的角度去看 很组织化 上而下 评论完好 或者政府觉得 如何搞定这些事情 都要听我们这一集 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好 这就到这里